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像是荔枝果肉的口感 也成功抓住掏客味蕾 来杯香浓的雷茶好喝又好玩 台商看好海岛观光回温 把台湾客家传统茶艺包装成体验行程 复制到大陆 台湾科技女孩拿到硕士学位后 不去当百万年薪工程师 而是把做实验的精神套用在炭火烤饼上 以自己的所学守护阿公的老烧饼 以及时代记忆 欢迎收看海峡拼经济 我是吴雨淑 大陆火锅每年上千亿的市场 重庆向来就是一级战区 随时都能吃出新花样 来自贵州的老板娘 就引进重庆最新流行的盖碗火锅 融合穿于老茶馆的文化 用原本饮茶的盖碗 装进各式食材摆盘上桌 吃豆火锅不只有麻辣的味觉冲击 还有充满仪式感的用餐体验 好吃又好玩 红油滚滚舌尖发烫 这一锅重庆火锅真不是盖的 很好玩而且好辣 因为我吃到它那个花椒子 在口中爆开就超辣 然后一直流鼻涕 所以慕名而来 看到有一个家乡味的道地的火锅 我们一定赶快杀过来了 光是我看到闻到就觉得 好想马上赶快动筷子吃 你看我们这马上扫空了 吃顿火锅不只味觉冲击 还有新鲜的感官体验 这是大陆正流行的盖碗火锅 融合穿于老茶馆的文化 原本用来饮茶的盖碗 装进各式食材摆盘上桌 我们盖碗原本是用来泡茶的 因为我们吃火锅 其实就是在慢慢的磨时间 然后我们的那个鸭肠 是生鸭肠 我们就慢慢的 就是一根一根的烫 然后一根一根的吃 像我们台湾就上来 就全部到里面 对不对 精致盖碗顿时让吃火锅 充满仪式感 尤其适合重庆火锅的用餐模式 荤素食材切成不同形状 厚度 涮汤时间分秒讲究 然后这边是毛肚 毛肚七上八下 15秒就可以了 好多仪式 那个秒数跟什么几分钟 还蛮多的 涮毛肚依照大陆吃锅 专业术语七上八下 既能让麻辣汤汁入味 还能保持脆嫩口感 九公克汤底 涮口各自划分 涮食领土格外有趣 连马铃薯也有浮夸吃法 这是我们的土豆瀑布 那土豆瀑布呢 这是马铃薯丝 那我们用那个机器呢 把它刷成很长的丝 像那个米线一样 然后我们下去只要六秒 就是刷六秒就可以了 老板娘张同盈 精心设计菜色 锁定年轻客群 原本从事美容产业的她 摆盘和装潢 非常注重视觉效果 原本自己是做美容产品 然后又做贸易这一块的 但是因为我们都是做线上 带微商嘛 疫情也过了 我想说做一些线下的实体店 应该也蛮有趣的 她说餐饮小白 我说小白又怎样 哪一个餐饮老大 不是从小白做起来的 把油烧热之后 把我们的冰糖放下去 我看起来就是 不食人煙煙火的感觉 所以很多人对我就是很惊讶 然后就是很怀疑 到底行不行 亲友眼中看似 双手不沾阳春水的 招同盈 为了创业开店亲自下厨 餐饮菜鸟深刻体验 在厨房工作的水深火热 看我们要多深的颜色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用 清水倒下去 有点暴力的那个感觉 就是这一段 对 其实我 其实我做东西就是很喜欢 但是又有点害怕 备料日常 虽然偶有慌乱时刻 她还是坚持进厨房 把从小吃到大的卤味 在台湾上架 用高温的油会先烫过 之前在家的时候 看我老爸做过 因为我老爸很会煮 所以我都会 都会站旁边看 我当时做这一道的时候 我也不会 然后又特地打电话回去取经 像是这道卤鸡爪 就是她的得意之作 鸡爪油炸之后 放进冰水里冰蒸六个小时 才能下锅卤制 对 因为我们的鸡爪 就是特地要做成虎皮鸡爪 就是让它在煮锅吃的时候 有一缩脱骨的那种感觉 这一道菜真的是非常的费工 所以它吃来的口感就会 跟我们一般直接卤的 那个鸡爪的那个不一样的口感 我们先把它倒到里面 用麻辣汤头花时间炖煮入味 卤鸡爪或是猪脚 搭配火锅 咸香软糯更有滋味 张同盈虽然卖的是重庆火锅 但她其实是个贵州姑娘 因为她爱吃麻辣锅 在老家时总是忍不住 跨神打雅记 因为很爱吃火锅 所以我会特地从贵州 到重庆去吃火锅 然后一去重庆 基本上都是大概 一个礼拜左右 然后这一个礼拜 我其实都是在吃火锅 就是每一家吃这样子 在大陆每年上千亿的 国务市场 重庆向来就是一级战区 随时都能吃出新花药 张同盈到处吃火锅 吃出心得 来到台湾生活 干脆自己开街火锅店 到晚上12点钟收拾 然后就开始洗碗 洗到两三点 然后回到家 洗一洗都天亮了 然后十点又要爬起来 我心里就说 天啊 受不了了 我想说自己选择的路 跪着的要走完 一开始光是洗碗 就差点崩溃 他还是势必公亲 熬过开店出奇的考验 专业吃货发挥强项 研发菜色充满创意 人气越滚越旺 其实真的做餐饮起来 会觉得每一天都很充实 然后每一天都会面对 很多不同的人群 然后重点是 大家都在夸我很漂亮 有没有 就很想早早开店就来店里蹲着 从锅底到佩菜 张同音把在大陆最思念的崇敬滋味 原汁原味带到台湾 尽管是半路出家 努力克服挑战 换一个舞台 照样能火红亮眼 到向门旅游必访的世界遗产 古浪雨 前几年受到疫情影响 岛上餐厅生意起起伏伏 但还是有人坚持不放弃 最终熬到了如今的柳暗花明 就有一家从事餐饮业 超过十年的老板 在古浪雨改良传统敏菜 一道荔枝肉在原本的糖醋肉内 再包进了壁旗 让口感更像荔枝果肉 成功抓住TALK味蕾 西洋建筑比邻而建 万国建筑博物馆不复盛名 古浪雨是游客来到厦门 必访景点之一 随着疫情开放 岛上终于恢复生气 日光而言是古浪雨的知识糕点 大家都上来这边 想要拍岛上的万国建筑风光 可是可以看到 疫情过后 其实人潮已经逐渐回流了 刚刚连上下楼梯都很困难 我们从宁德第一天 然后就来古浪雨碗 古浪雨的小吃一条街 几乎人手一碗淡满罐鱼丸汤 拿着就在路边大块朵頤 闽南传统小吃 同样人气发烧 福建民小吃丘冠冰已经出锅了 满满满的葱跟肉馅被卷进面皮里扎扎实实 还要压扁定型搓上两三个洞等等进烤炉膨胀起来才不会破皮 有来是因为当年那个七季官抵抗倭寇的时候 病于行军 冰走路可以喝口水他就能吃 就能舔肚子 而且很看饿 烤得焦焦脆脆的光饼 外酥内软 一咬下去 葱肉完美结合 游客一次都要买上好几个 相较于秦时 惨兮兮没人来 现在生意终于慢慢回温 现在每天古浪与上岛人数都在两万多 现在人潮基本上慢慢在恢复当中 人潮回流店家也很有感 古浪与食部一家闽菜馆 在岛上开店实在不容易 更何况是小吃街一级战区 冬天里面有几个特色菜都很不错的 我们主要过来玩的嘛 天气挺好的 老板正祥从事餐饮业已经超过十年 有鉴于现在年轻人 对于传统菜肴十分陌生 他干脆把家乡味创意搬上古浪语 其他家更多重名菜 倾向于做厦门的美食 湖州的荔枝肉 明北的香酥鸡 就是把我们福建八明的各地的一些菜肴 都汇集到我们这个小餐馆来了 福建有山有海让闽菜烹煮方式极为多元 像是这道荔枝肉 悬油猪五花肉质细嫩 轻轻画上几刀做出层次感 捡起来它外面就像荔枝的形状有一粒一粒的 所以才要改十字化刀 一个味道也能生路 为了让口感更像荔枝 老板在里面加入了荔枝 就像是荔枝果肉 搭配上酸酸甜甜的糖醋酱 格外有心意 它这个菜比较像家常的菜 就是像这个就比较有特色 这个味道就是我喜欢的 我家常的味道 真的非常的好吃 就是做到我妈妈的那种感觉 台湾它有一些菜肴 它也是酸酸甜甜的 或者甜甜辣辣的 这跟湖境都是很像的 不要看现在生意很好 用餐时间几乎客满 餐馆刚开幕不久就遇上了疫情 为了员工生计 老板硬着头皮还是要开店 索性就把店里菜单再重新理一理 把逢年过节必吃小点端上桌 因为登山高做的东西 它需要油 需要米 需要黄豆 在早期物质溃滑的时候 平时老百姓是舍不得 天天做这些小吃来吃 大米跟黄豆打成稠稠的面糊 再加上韭菜提味 油温是在像我们这个定价炉 是控制到180度 预热好的锅铲 打上一匙面糊 平均摊匀 下锅油炸 两面炸到金黄蓬松就可以起锅 这个饼看起来就像是台湾的蚝叠 我一上来以为是里面是有包海利的 因为我们这边常见就海利饼 但是咬开里面竟然是空心的 还可以加上这些配菜 本来油炸饼就吃起来比较油腻 污油 但是加上这些配菜 体验就感受不到那种油油的那种感觉 而且还挺清爽的 原来传统的灯斩糕 里面要加入萝卜丝猪肉等内馅 才下锅油炸 但小时候老板正想不喜欢吃蔬菜 家中长辈只好跟着改良 把面皮做成空心的 当时回年过节这样子 吃这个灯斩糕了 我的待遇非常好 只要一挑时候 我家里的阿嬷就会把灯斩糕做出来 然后多做一点蔬菜 如今平均每天上岛游客 都有一两万人次 生意恢复了两三成 但是要回到疫情前的盛况 恐怕还要等一等 五湖四海的世界各地的一些旅客们 观光客们 他会到这边旅游 通过这个平台最好 就是最容易把我们那些传统的东西 给他能传递出去 传统敏菜在古朗语涣然一新 让八明的好味道继续流香 天气越来越暖和 海岛观光市场又开始热络起来 有台商看好疫情过后 逐渐恢复的旅游商机 在福建打造了客家文化园区 推出各式文创体验 把台湾很受欢迎的雷茶 油纸伞手工艺都复制登陆 各位 那个凉亭是客家的凤茶区 在福建外海的小岛上 迎来了浩客的季节 台自客家文化园区开幕市营运 占地面积2300平方米 台商李红军原本在高雄 创办客家文化园区 他花了六年时间装修 把原汁原味的体验复制到了这里 其实在云香园就可以感受出 浓浓的台湾味以及小城故事 顺时钟 顺时钟的这样子 来 大家多体验一下好不好 园区内设有雷茶馆 游客们体验雷茶时所使用的淘气 雷茶棒都是业者从台湾带来的 茶叶则是使用台湾高山茶 感觉味道很香 有茶的味道 很香甜 非常清香的一种感觉 加油 雷茶经过多次改良加入包米花 葵花籽绿豆等十几种五股杂粮 喝雷茶到陶艺体验馆玩泥巴 这些都是园区最受亲子家庭欢迎的项目 在台湾陶艺师的指导下 游客也可以体验捏桃乐趣 可以清扫做一个杯子 我等一下就跟他一起做个碗 可能碗做了回去他想拿来自己吃饭 除了体验也能看到陶艺师傅巧手创作 泥巴摇身一变成为精美艺术品 消失这件扇形淘气 花朵昆虫栩如生 水桶上面放水可以种一些植栽 这是园区里另一个亮点 油脂伞是两岸客家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业者依照传统工艺来制作油脂伞 精挑细选纸张竹子染料 制作工序都达19道 李鸿均具有35年的油脂伞制作经验 技法非常熟练 要缠住 然后这样子有没有固定缠住 他聘请台湾书画名家 将油脂伞上的画作和书法互相结合 将散柄去掉 把散面挂在墙上 让油脂伞变成装饰品 我们把这项飞营再回来跟 回跟 来到这边 所以云香新传 文创意 和油脂伞一样 客家花布既保留了传统客家文化体运 也不断创新求变 一块布料延伸出各式文创产品 包括扇子包包靠枕 用途百花齐放 非常开心 一种与小与乐的一个活动 然后小孩子今天玩得也很开心啊 也学到了很多 锁定亲子客群 业者看好平坛 每年四百多万人次的观光客 期待好看又好玩的文创体验 能让海岛旅游市场再度回温 如果拥有机械所硕士学位 您会选择到科技业当百万年薪工程师 还是站在非常传统的炭火烤炉前 热烘烘的烤烧饼呢 这位科技女孩就选择回家 承袭手艺 这让亲戚长辈一度非常不能理解 总觉得读了这么多书 结果回来烤饼实在太浪费了 但她把做实验的精神套用在烤饼上 以自己的所学守护阿公的老烧饼 来喽 刚出炉现在口味都有 紧密街头上这个小铺随时人气发烧 我要两个松球油锅 圆糊糊的烧饼从火烫烫的炭火烤炉中 闪亮出炉 表面金黄 口感酥香 隐约带着炭香气息 葱油内馅则是咸香耍嘴 让老涛难以抗拒 别看炭火烤饼很传统老派 老板娘可是非常新潮 才二十来岁有着机械所硕士学位 当年一毕业就回家跟外公跟妈妈学做饼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尤其刘一璇的同学都在科技产业当工程师 吹着冷气领着分红薪水待遇很不错 他却宁可站在葫芦前热红红的爆汗烤冰 我觉得每个人对舒服的定义不一样 每个人对好日子的定义也不一样 其实科技它走得很快 日新月异的 你可能一个月前跟一个月后 需要的专业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科技业它很辛苦 是你必须要一直去学习新的东西 你现在有的专业 有一天可能就会被取代掉 读书的时候就深刻感受到 在这么新潮的科技 总有一天会退下流行 反而是外公的炭火烤饼 才是历久弥新 虽然大家都说餐饮业的入行门槛偏低 但其实这个东西 我们的这个东西 它的入行门槛是很高的 制作手法 甚至是炭火的控制都很难 要被模仿或者是被替代 或是被复制都是很难的 你只要把它做好吃 客人就会永远喜欢你这个味道 甚至是你现在做 20年后30年后 你只要好吃 大家都会接受它 面对小吃 刘亦轩的科技脑依旧活跃 火力要烧到多旺 烧饼才能够贴得牢 刘亦轩拿出测温枪 讲究精准数据 以前测温度 他们是用手去感觉 或者是泼水 看水蒸发的程度 但其实每一个人 对感觉的定义不一样 变成如果你自己 要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要去把妈妈找来 说妈你帮我看一下 我不OK 帮我感觉一下 变成妈妈是你的温度计 所以妈妈不能离开现场 她不能去上厕所 不能喝水 因为她要帮你量温度 为了学手艺 刘亦轩经常跟妈妈斗志 像是面团的发酵 老妈向来以经验法则 应对温度湿度 刘亦轩则把做实验的精神 拿来套用 其实你再有经验的人 过年休假一下 或者是天气突然有一个 很急剧的变化 都会出现失误 其实现在可以把品质 顾得很好的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读大学跟研究所 因为其实在读书的时候 你要学习如何去学习 不然说我们要去找出问题点 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把看似不可控的温度湿度 变成实验变因 刘亦轩持续的记录 找出规律 果然良率大幅提升 老妈开始觉得女儿满有一套 一开始当然不会称赞 可是她会在别人面前夸奖我 会听到可能别的阿姨 或亲戚或客人 会说你妈妈说怎么样 怎么样的 心里有意识到被肯定 成就感 那个是用金钱 或是时间换不来的 相比之下 调配内线就轻松多了 外公的配方 在市场上身经百战 在刘亦轩的眼中 已经是完美比例 其实这个是外省人的口味 最传统的口味是葱烧饼 里面馅料只有包新鲜的葱 然后跟一些盐巴 胡椒 后来阿公想到的是 我烧饼里面只有包葱 那个口感稍微烧嫌 有一点单调 萝卜丝它的功效就是 我们的饼烤出来之后 它会带出鲜味跟水分 那你反而吃饼的时候是外酥 然后里面是湿润的 外公在外省面点的基础上 加进了台湾的在地滋味 新鲜萝卜水嫩清甜 晒干之后的萝卜干也很关键 因为他取代了猪脚肉 成了肉感担当 早期大家比较不方便吃到肉 阿公说其实把菜脯加进去 它会有一种吃起来会感觉像是肉的口感 这么客人啊 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客人 他们吃不出来有菜脯 但是他们会以为吃到的是肉 然后是我们特别跟客人强调说 没有包萝卜干跟萝卜丝 然后他们才会意识到 那个吃起来那个口感是萝卜干 都会有客人来说 觉得比那个包肉的那种还要更好吃 以古早味菜脯画龙点睛 包饼的流程也暗藏玄机 外公坚持想烤10颗 就只能够现包10颗 绝对不能够一次包上百颗 再分批进道烤炉 坦死没有效率 却是创造美味的关键制程 当时会觉得说 为什么敢来敢去的 为什么不先做好 那后来发现真的 有些东西 你就是要循规道具的做 现包现烤 跟我先包好 隔了半小时一个小时 再烤出来的品质 会完全不一样 那如果你先包好的话 饼皮会吸那个油 那会变成你的皮变得很油 然后它的那个 我们原本油酥皮的层次 会被吃掉 那烤出来的口感 其实是有蛮大落差的 柳一璇把外公的经验 全面转化为SOP 即便单非开业 品质照样非常稳定 不少客人远到而来兴奋不已 哇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现在都找不到了 长辈他们可以尝到一个回忆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成就感的 而且虽然这个不是我们年代的东西 但是你会发现 透过这些 它是一个回忆的连结 包含了很多一代接一代 传下来的那个味道 随着新生代的加入 从这一口炭火烤炉里出炉的 不只有老烧饼 还有刘一轩守护 时代记忆的满满心意 樱花季刚落幕 花旗木在台南接力阵放 粉色花海像烟火般炸裂 季节限定成为游客的打卡热点 感谢您收看 今天海峡拼经济 我是吴雨淑 下个礼拜再会了 拜拜 拜拜